各位評審老師大家好 我們專題研究的主題是 汽油引擎最佳化燃燒控制系統 在設備的部分 我們使用Honda GX35引擎 是一台四行程引擎 油溫控制系統包含了油箱 油壓泵乳 水冷至冷氣 GP125的噴油嘴和溫度計 Arduino溫度計主要用來量測引擎的進氣溫度 制冷溫度以及汽油溫度等 水冷至冷氣用在油溫控制系統的升溫及降溫 硬體組裝的部分 我們將溫度計安裝在引擎架上 以測量進氣入口及引擎吸入口溫度 接下來進行到實驗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實驗是汽油溫度實驗 我們要找出這顆引擎最佳的汽油溫度 我們實驗用隔水加達法 在20度到40度之間 每兩個溫度各取10cc的汽油讓引擎燃燒 然後測這些溫度的燃燒時間 還有飛機中有害氣體的值 找出燃燒時間最長 有害氣體含量最低的溫度 引擎燃燒的混合器包含汽油及空氣 因此除了汽油溫度外 進氣溫度也同樣重要 我們使用跟汽油溫度同樣的方法 測量進氣溫度 而進氣溫度 我們使用汽車的恆溫空調來做控制 在得知進氣溫度與燃燒溫度後 我們就使用自冷器對這兩個溫度做控制 自冷器搭配自冷晶片使用 自冷晶片有分高階跟低階 我們需要測試哪個符合我們的需求 我們分別對兩個自冷晶片進行測試 看這兩個晶片降到最低溫室幾度 花了多久時間 接下來我們將自冷晶片 裝在進氣管上實際操作 確認它是否能夠符合我們的需求 我們在進氣管的前端、中間及末段 分別插入三支溫度機 以測量進氣溫度、自冷溫度 以及進入氣缸的溫度 除了針對引擎外 還要看看自冷晶片能否符合實測的需求 所以我們把進氣管插到機車的引擎上 測量進氣溫度 除了針對引擎外 有排氣的有排氣體含量 汽油控制的部分 我們把汽油溫度控制系統組裝完成後 進行整體運行的測試 除了測試汽油溫度能否正常作動外 也測試水冷制冷器降溫後 噴油嘴噴油的降溫狀況 根據上述實驗我們得出一些結論 引擎進氣需求大 系統能否快速提供恆溫控制 我們在實驗中利用汽車的恆溫空調 來讓實驗設備進氣能有效且確實地將進氣溫度控制與汽油混合 2. 燃油溫度是否受引擎式高溫及噴油嘴快速作動而升溫影響 我們將汽油加熱或冷卻做了不同溫度來實驗油耗 同時也發現了噴油嘴在作動期間 入口及出口油溫相差2度 因此我們將油溫再降2度來實驗 且汽油會在備油槽內做恆溫控制 3. 何謂最佳化燃燒控制 我們以低油耗少排態為最終目標 4. 如何同時控制進氣溫度控制系統和燃油溫度控制系統 原本的設計進氣溫度控制系統跟燃油溫度控制系統是兩個毫無關聯的系統 但是我們要將兩組系統一起控制 我們討論出最佳方法是用一組Arduino系統連接兩組集電器 我們的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